大家好,我是Will,欢迎来到X调查 有7名在监狱关押的囚犯策划了一场越狱行动 他们没有挖洞,也没有将自己藏进通向监狱外的车内门混过关 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开着车从监狱的大门从容地离开 事件发生于2000年,当时轰动了全美 成为了该国史上最著名的越狱案之一 它就是德州七厄越狱事件 故事发生的地点位于德克萨斯州 德克萨斯州是美国南部的最大州 它占地面积70万平方公里,南与墨西哥接壤 在该州南部有一座监狱,名叫约翰·康纳利监狱 它始监狱1995年,是一座专门关押男性囚犯的监狱 最多可容纳2000多名囚犯 监狱的周围是大片的农田,正猛位于西南方向 监狱外围是4米高的电网,即便借助工具也很难翻阅 在监狱的北面,东面和南面各设有一个警卫塔 24小时有警卫从高处监视着整座监狱 一有风吹草动就能立刻发现 监狱的区域与区域之间都有铁丝网隔离 地面道路上也有车辆不定时巡逻 除此之外,在监狱的许多角落还有着监控摄像头 从防护级别来看,这是一座中级安全等级的监狱 想要从这里逃出去,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然而监狱里有7名重刑犯将要挑战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正在策划一起越狱行动 这7人中的组织和策划者名叫小乔治里瓦斯 这年30岁,他因多起抢劫和绑架罪 被判处了18个15年至无期徒刑不等的徒刑 他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出不去了 与其罪以代弊,不如铤而走险 于是他找了另外6个狱友 他们分别是 约瑟夫·加西亚,29岁,因谋杀罪被判处50年有期徒刑 兰迪·哈普林,23岁,因虐待罪被判处30年有期徒刑 拉里·哈珀,37岁,因严重性侵罪被判处50年有期徒刑 小帕特里克·莫菲,39岁,因抢劫被判处50年有期徒刑 唐纳德·纽伯里,38岁,因抢劫罪被判处99年有期徒刑 迈克尔罗·罗德里格斯,38岁,因故凶杀妻被判无期徒刑 这7个人各个都是重刑犯 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从这座防护等级严密的监狱成功逃脱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2000年的12月13日 2000年的12月13日,这天是个星期三 李瓦斯一行七人决定在这天正式实施越狱行动 七人在这之前已经商讨过各种各样的越狱方案 他们曾一遍又一遍地推演越狱时可能发生的情况 并为此做好准备 这7个人虽是重刑犯,但他们表现都很不错,从来不惹事 这是他们得到了典狱长的认可 他们因此而获得了监狱维修处的工作机会 这样的工作机会是所有囚犯梦寐以求的 只有表现好的人才有资格获得 一行七人利用在维修处的工作时间秘密谋划越狱大吉 他们分工明确 每个人都负责观察特定区域的预警的活动作息时间 时间久了,他们将这些信息汇总到一起 他们发现,每天中午的午餐时间是一天中监管最松懈的时候 选择在这个时候行动,可以让逃出去的几率大大增加 这天上午11点20分,在维修处工作的其他囚犯都跑去吃午餐了 李瓦斯已经七人则选择留下,他联系了维修处的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进入了维修处 七个人从管理员的背后将其激晕 他们脱掉了管理员身上的衣服,再把他的手脚绑了起来 然后拖到了一旁的电器室里,最后把电器室的门锁上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内 一行七人只要看到有人回到维修处 就将其激晕,并且拖进电器室 最终他们一共绑架了14人 其中不仅有监狱工作人员,还有几名同监狱的囚犯 这14人中其中有一人奋力挣脱开放在树上的绳子 但是电器门的门被锁上了 他没有办法打开,跑到外面呼救 这名工作人员看见电器室里存放着许多设备 其中包括了火警警铃 于是他就暗响了火警警铃 监狱控制室的操作人员收到了维修处的火警警报 于是便打电话给了维修处核实情况 此时维修处只剩下李瓦斯他们七人 在听到电话响起后,他们没有接电话 操作员见维修处没人接电话 想到以前经常发生雾处火警警报的事 这时操作人员以为维修处的人都去工作了 所以不接电话 这次的警铃肯定又是雾武报 就这样,操作员将警铃暗灭了 这让李瓦斯等七人松了一口气 随后他们穿上监狱工作人员的衣服 戴上工作证件 还不忘带走他们的信用卡和钱 开始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李瓦斯和三名同伴走到了监狱的控制中心 他们假扮成工作人员,说需要进去安装一下监控摄像头 警卫虽然不认识这些人 但看他们身穿工作服表情淡定 于是就让他们进入了 在成功进入控制室后 在维修处的另外三名同伙看时间差不多了 于是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控制室里的警卫 以此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突然李瓦斯四人趁警卫不备 袭击了他并将其绑了起来 他们拿走了警卫身上的配枪 然后开始抢劫整个控制室 他们拿走了大量武器随后打开了监狱的后门 还在维修处的另外三个伙伴 已经坐上了一辆偷来的白色监狱用卡车 并开车准备接李瓦斯的人上车 李瓦斯一行人走出了控制中心 他依然从容镇定 继续假扮着工作人员 其中一名同伙还假装成预警 检查车内有意一样 还围着车子走了一圈 由于此时世话还有其他工作人员 所以他们必须合力演完这场戏 在七人全部上车后 警卫塔上的警卫还向他们挥了挥手致意 他们也朝警卫挥了挥手 期间他们极力掩饰自己的紧张情绪 然后以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从监狱后门离开 一星人逃离监狱后 周警方就收到了越狱的消息 他们立刻派人在城市的主要路口设置了关卡 每辆车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两个小时后 警方在凯内迪市的一家沃尔玛停车场内 发现了这辆白色卡车 经确认这辆车就是监狱内开走的车 发现车辆的地点距离监狱4.8公里 看来他们逃离监狱后 不久就换了一辆车逃跑 那么那辆车是从哪里来的呢 警方检查了近期在沃尔玛附近的失窃车辆 但没有找到有用线索 据查李瓦斯等7人 一共暴力致服了9名维修处的管理人员 4名狱警和3名与本案无关的同域囚犯 他们还从监狱警卫室里 带走了14把手枪 一把步枪 一把线弹枪和239发子弹 这无疑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没人知道他们拿那么多武器去做什么 为了保障市民的安全 警方必须抓紧时间 尽快将逃犯捉拿归案 那么囚犯们会往哪里逃呢 监狱所在的德克萨斯州与墨西哥接壤 如果逃犯们往南逃跑 就能很快抵达墨西哥 警方推测这群逃犯 很有可能选择这个方案 因此他们开始对美墨边境进行了严防死守 德州各大城市都贴上了逃犯们的照片 以此来提高民众的警惕 据调查 主谋李瓦斯在德克萨斯州的阿尔帕所长大 李瓦斯6岁时父母离了婚 于是李瓦斯就跟着祖父祖母和三个叔叔 以及三个妹妹一起生活 借鉴的李瓦斯长大了 然而他从高中时就开始了犯罪的道路 一开始他在当地的一家小店的收银机里偷钱 然后他的抢劫行动愈演愈烈 李瓦斯在一家名叫皮拉斯的店内工作了一年后 决定抢劫这家店 他将店里的所有员工都绑了起来 并拖到了一间屋子里 然后再将屋门锁住 之后李瓦斯清空了店内的所有钱 然后逃跑了 在十个月之后 他竟然又回到了这家店 再一次将店内的财物洗劫一空 李瓦斯经过多次实践 已经研究出了一套抢劫大型商店屡试不爽的方案 他会找一些同伴 然后都假扮成保安人员再进入商店 骗取商店员工的新人后 趁员工不注意击倒在场所有人 然后将所有人手脚绑住 关进一间屋子里 再将商店内的钱财纳入囊中 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再一次抢劫过程中 李瓦斯失手了 一天 李瓦斯和两名同伴来到了一家玩具商店 在实施抢劫的过程中 有一名店内工作人员将属上的绳子 悄悄地挣脱并拨打来911报警 由于这名员工不敢作声 因此没有说话就将电话挂断了 然而911已经接到了蓝店 之后被挂断的话 间歇员会再打回去的 电话铃声立刻响着在安静的玩具店内 店内的所有员工都大惊死色 李瓦斯一看来电显示的是911 不免开始慌乱起来 这时李瓦斯站在一名员工附近 接着李瓦斯就让身旁的一名员工接起了电话 接线员问道 你还好吗 这名员工说 不 一切都好 911接线员很快听出了这句话 表述的十分奇怪 很有可能对方是被人劫持 不方便求救 于是赶紧通知警方去玩具店查看情况 在警方到达之后 由于里面有很多人质 为了人质的安全 警方花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试图与劫匪进行沟通谈判 但最终无果 于是特警闯入了这家玩具店 并逮捕了李瓦斯和他的同伙 警方通过这起玩具店抢劫案中 李瓦斯使用了枪 顺头摸瓜开始调查 发现当地多家商场遭遇过相同类型的抢劫 劫匪用的都是这把枪 就这样 李瓦斯由于多次抢劫 并且情节严重 被指控犯下严重的抢劫罪 而因为李瓦斯的习惯是先将员工都绑起来 再搜刮财物 因此李瓦斯也被指控绑架他人 在经过一周的审讯后 配成团裁定李瓦斯有罪 李瓦斯被关进了监狱 到了2000年 李瓦斯已经在监狱里待了5年了 他的妻子也同他离了婚 李瓦斯深知自己这辈子没有希望 再从监狱里出来了 因此他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策划起了这起越狱事件 警方很快了解到 李瓦斯是这起越狱事件的主谋 他的管理以及掌控能力非常强 想要抓回他会变得没那么容易 阿尔帕索是李瓦斯长大的地方 他距离监狱西边991公里 开车需要9个小时 该市也是美墨边境城市 与墨西哥的华雷斯城隔着一条格兰德河 李瓦斯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 警方认为李瓦斯极有可能回到他的故乡阿尔帕索 然后借机逃往墨西哥 因此阿尔帕索整座城市 到处都张贴着7人的通缉令 进入该市的车辆被加强了检查 而李瓦斯早就遇到警方会觉得他们逃往墨西哥 因此他们反其道而行之 并没有前往墨西哥的打算 而是在德克萨斯州到处游走 他们先是去了圣安东尼奥 然后又去了皮尔兰 他们在当地的一家商店里 偷了很多现金 还有一些电子设备 其中包括了无线电台和对讲机 在德州警方追捕的两天后 FBI也加入到了追捕的队伍中 而此时李瓦斯一行人 用偷来的无线电授备监听警方的动向 以此来躲避追捕 从监狱逃出的6天后 7人中的4人用假名 在距离监狱580公里瓦的 法莫斯布兰奇的一家旅馆 办理了入住手续 又过了5天时间 来到了12月24日 这天是平安夜 已经逃亡11天的李瓦斯整人 继续在德州各处游荡 他们来到了欧文市 并潜入了当地一家 名为奥什曼的运动用品店 他们从中偷走了至少40把枪 一些子弹 以购物车的东庄 和保险柜里的7万美元现金 在他们实施偷窃的过程中 有一名刚下班的女店员 在店门口发现了店内的异动 于是她赶紧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一位名叫奥布里霍金斯的警员 被派往干运动商店查看情况 很快霍金斯警员就开车 来到了店门外 店内的李瓦斯的人 还在疯狂的扫荡各种物品 突然一行七人从无线电台里 听到有人在说 我在店门口没发现什么 我去后门查看一下 显然 李瓦斯等人发现有警察在附近 于是他们赶紧来到商店的后门处蹲守 没多久 李瓦斯就看见一名警察坐在车里 他马上就要下车了 停机之下 李瓦斯对着警车方向开了一枪 子弹穿过警车的车窗 击中了霍金斯警员的右肩 霍金斯警员立刻呼叫了支援 随后李瓦斯又连开了三枪 他的同果见状也对其连开竖枪 最终霍金斯警员身中11枪倒地 等到警方的支援赶到后 李瓦斯等人早就逃之遥遥了 霍金斯警员被送往医院后 宣告不知身亡 霍金斯警员从1995年10月起 就在欧文警察局工作 到2000年为止 他已经做了五年警察了 他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 平安夜之天 霍金斯警员正和母亲 一起在餐厅里享用晚餐 由于附近有人报警 霍金斯警员立刻离开了餐厅 开车赶往报警地 然而他却再也没能回去 在霍金斯警员去世后 事件的严重程度再次升级 搜查范围从德州扩大至全美 警方悬赏10万美元 来争取抓捕这群逃犯的线索 在此之后 各路热情人士都默默献出了 自己的一份力量 最终悬赏总金额高达了50万美元 越狱案发生了三周后 李瓦斯等人抵达了伍德兰帕克 他们将之前一直开的车丢弃 并重新买了一辆棕色的车 逃亡一个月后 一档名为全美通缉令的电视节目 详细报道了这起越狱事件的全过程 并公布了李瓦斯等7人的照片 节目播出后 果然收到了民众的举报 有人表示 在伍德兰帕克的 扣奇莱特汽车旅馆和房车公园 看见过这些人 那些人自称是传教士 总是在车里大声地放着宗教音乐 得到情报后 警方立刻展开了行动 他们发现7名逃犯中的 李瓦斯 加西亚和罗德里格斯 在房车公园的一辆千诺基普车内 上午10点左右 李瓦斯 加西亚和罗德里格斯 开着车走了 由于房车公园有许多民众 警方担心强行逮捕会伤及无辜 于是他们决定不打草惊蛇 而是悄悄地跟在他们的基普车后面 三人开车行驶在路上 期间4号没有察觉到后方有警察跟着 接着他们来到了一处加油站边下了车 警方看准时机冲了上去 将李瓦斯 加西亚和罗德里格斯三人逮捕 此时另外两名逃犯 哈普林和哈珀则在房车里 警方已将他们团团围住 哈普林几乎是立刻走出房车投降 他向警方表示 房车里的哈珀想在最后一刻 打一个电话给他的父亲 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不久在场所有人都听见了一声枪响 警方则继续对房车内的哈珀喊话 要求其放下武器 过了几分钟后 房车内又传来了一声枪响 警方决定闯入房车 然而当他们打开车门之后 发现哈珀已经倒在地上 他用手枪朝自己的胸口开了两枪 当场身亡 随后哈普林 加西亚 罗德里格斯和李瓦斯四人被带走 由联邦政府积押 此时还有最后两名逃犯在逃 经过警方的搜查 发现房车内有1万美元现金 一些弹药 还有35把枪 这些枪全部已经上膛 在实施逮捕的两天后 FBI收到消息 最后两名逃犯 纽伯利和莫菲 正躲在扣罗拉多泉的一家假日旅馆内 警方迅速赶到了那里 几乎是立刻就发现了纽伯利和莫菲 警方同两人达成了协议 同意他们在被逮捕之前上一次电视直播 于是在发现两人的第二天清晨 KRDO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被带到了假日旅馆 他们以电话连线的形式 采访了纽伯利和莫菲 纽伯利和莫菲 在直播中严厉谴责了 德州的刑事司法制度 随后 这起越狱事件的全部逃犯 都被捉拿归案 2001年8月 就对霍金斯警官谋查案的庭审开始了 李瓦斯表示 霍金斯警察对他开了7枪 然而根据现场的证据表明 霍金斯警察甚至还没来得及掏枪 就被他们击中了 至于李瓦斯 则是被他的同伙击中的 案件经过了两重的审理 有了结果 法院宣判 李瓦斯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判处死刑 其余的五名团伙 也都被判处了死刑 法院记录表明 有四人承认 曾朝霍金斯警官开枪 2008年 罗德里格斯的父母 因提供车辆 帮助德州七二越狱 两人双双被逮捕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 李瓦斯 罗德里格斯 纽伯利 加西亚 被先后执行死刑 莫菲和哈普林 被暂缓执行死刑 至此 德州七二 全部接受了法律的制裁 他们为此付出了严重的代价 他们用暴力 完成了这起 惊心动魄的越狱 并且造成了一名警员的遇难 这无疑是德克萨斯州 犯罪史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